三位爷 来了 里边讲里边讲 您坐 三位爷 来点什么呀 上来来壶茶 好嘞 高沫来喽 有劳有劳了 我们自个儿来吧 您老三位慢慢喝着 有事儿啊 言语一声 小的好过来刺 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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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几句话呀 问问问 可小心回话啊 我们这位姥爷可不是好惹的 回好了 你就甭端茶壶了 回乡治良墓地 让你儿媳妇给你端尿壶去 那感情好 客官您说 想问点什么 我们几个去山西经商好几年了 这两天刚回来 听说京城出了大事 也不敢打听是什么大事 你知道吗 知道 皇上砍了一贼 纳亲纳中堂 民不可计呀 民不可计呀 那 后来呢 后来 后来又上了一个贼当中堂 朝廷就那么点事儿呗 不挡着咱老百姓喘气 操那份闲心呀 出鱼 什么叫上了一个贼呀 都是鱼肉百姓 除了贵蒙皇上 不贵别的 您说 这不是贼是什么呀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蒙皇上啊 哎 远了不说 我就是顺义人 顺义闹黄灾 皇上知道吗 不知道 他知道什么呀他 哼 哪地驴长了八只耳朵 大臣就跟他说 这是极情事儿 这算什么极情事儿啊 那驴要长了八只耳朵 他还叫驴吗 那是天降妖孽 胡说八道 嗯 那老百姓 岂不骂皇上无能啊 皇上 皇上就是年三十吃饺子就点心 有他过年 没他也过年 皇上登基以后 缩减了前朝的赋税 老百姓不心存感激嘛 那是国库没地装了 先让老百姓存着点 等来年盖俩新仓库 还得接着来 那皇上登基以后 免了汉人选秀女的制度 老百姓不用害怕自己的女儿被选进宫去了 这不是件好事吗 还好事呢 那是皇上身体不灵了 听说皇上 待人仁慈 敬天伐祖 为了国事能够通宵打旦 废寝忘食 这老百姓也不说 他们自个家的事儿 当然得废寝忘食了 换了我当皇上 我比他还废寝忘食呢 打赏 是 我真服了你了 一句顺利话都不会说 你怎么跟朕说来着 不是 我也是听人家谣传哪 叩见吾皇万岁 万万岁 众爱卿平身吧 谢皇岁 由本上奏 起奏皇上 皇上大喜 不愿意 昨个亲天见上报 本年九月二十八日 天上有奇景 日月合璧 五星连珠 日月同储天穷 金木水火土 串成一串串 此乃千年未见之奇景 此乃我朝圣主家业 感天动地 苍天昭氏 吾皇万岁 万万岁 真是可喜可贺啊 这是可喜可贺啊 这是可喜可贺啊 皇上 自我皇登基主政以来 祥瑞贫出 奴才得报 今有河北深州 卖出双岁 是上天诱我呀 五星连珠 是苍天士忌于天 卖出双岁 是显行于地 天地同章 真是可喜可贺啊 行了 朕听说顺意闹蝗灾 怎没人上报啊 回皇上话 绝无此事 这是 这是啥 这是 这 好蟲 好蟲 好蟲啊 好蟲啊 这是什么蟲啊 这财死的财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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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财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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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死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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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放手心 放手心 你们每天都给朕传喜性唱赞歌 一会儿告诉朕说 山北有个驴子长出了鸡脚 变成麒麟了 一会儿又告诉朕说 黄河里捉到条鲤鱼 有五十多斤了 再不就是什么地方采出个灵芝 有二十多斤了 每天就只会说这些 为什么没有人说说 今年黄河水患 有多少难民至今还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啊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朕 京城和地方 何人贪赃忘法 鱼肉百姓啊 如今好了 这蝗虫能闹到宫里了 如此下去 是不是想让大清国 败在朕的手里啊 让朕做一个昏君暗主 留一个千古骂名啊 我皇上恕罪 我皇上恕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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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来 起来吧 恕罪 皇上 皇上 大王爷 你是主管桑田农物的 黄焕于事为何不报啊 回皇上的话 听说顺义一带是来了蝗虫 不过情况不严重 是路过的 不是常驻的 长了蝗虫不巨石上报 还有过路的 还常驻的 据臣所知 今年的蝗虫 跟往年的大不相同 有何不同啊 今年的蝗虫神了 不知怎么着 只吃青草 不吃庄家 所以虽然说是蝗虫 比往年多了一点 对庄家却是百无一害 胡说八道 蝗虫不吃庄家 难道说今年的老虎 他也不吃人了 皇上息怒 到底蝗虫吃不吃庄家 为臣亲自下去查一查便知 你回来是不是也要告诉朕 蝗虫不吃庄家呀 这 这 这 皇上 奴才 宁可让蝗虫吃了奴才 也不让蝗虫吃庄家 快快快 吐出来 蝗虫有毒 不 皇上 奴才不怕毒 奴才 愿为皇上鞠躬尽退 死而后已 更不敢蒙面皇上 一无国事 福爱卿 精神可嘉呀 你们都要好好地 向福爱卿学习 自古有征辰才会有民主 那些昏君 都是由逢营派马的奸臣造出来的 从今往后 每日早朝 不许你们再胡说八道 什么天降降云啊 日月合璧啊 朕都不要再听了 你们每个人 必须就天下灾祸 民情民怨 官场弊端 还有朕的过失 各奏一本 三日无本者 讲直 皇上 不可啊 为何不可啊 皇上 您不要忧心 哪一朝哪一带没有灾呢 皇上您同管天下百姓 可是您管不了老天爷呀 这老天爷要下雨下冰雹 这可不是皇上您的罪过 老百姓受苦那是应该的 谁让他们是在地里刨食吃的呢 周考 朕不要听了 照你这么说 本朝已是百世昌盛一片光明 无懈可击了 皇上 纵有些小小的问题 即便是姚舜与周公的年代 也在所难免 总归是霞不掩鱼吧 先皇在位十三年 创造旷世未有之业绩 身边上有刘统勋每日三本 难道说今日天下已经比得上先皇的赫赫盛事了 有纸 奉天承运皇帝 赵曰 忠勇王 宜亲王 不思本物 贪图安逸 尚不能辅政朝纲 下不能体察民情 京城蝗灾 迟迟不报 鞠躬自傲 官不得体 各将一级 亲此 臣戒旨 谢主隆恩 朕三日后请往山东 视察水利 各不出长流官员之外 一律随朕前去 退朝吧 退朝 吾皇万岁万万岁 福大人今日吃蝗虫堪追当年的唐太宗啊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我那是替皇上吃的 皇上圣名 福大人英名啊 是吗 诸位大人都听听了吗 二弟三弟 你们说这叫什么事儿 先拿自个家人开刀了 行了大哥 什么都别说了 鲤鱼跳龙门 这小子现在正是旺的时候 这你们还没看清楚吗 皇上的圣旨是昨天就写好了的 屁 什么东西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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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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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福海将军给您送了一封集信 小的怕耽搁了 给您送来了 这个小畜生不知好歹 马上给福海回封信 快马送到 第一 不许他风流府 上门好好给人赔礼道歉 第二 把抢百姓的东西 全都加倍地给人还回去 老爷 我记下了 还有啊 找几个军事 假扮成张秋当地的灾民 去挖河堤 挖河堤 老爷 那是要砍头的啊 山东两年之内发了三次水 朝廷每年都拨给他们修堤的银两 哪去了 这必定是山东的官员侵吞了 河堤一挖百姓肯定闹事 百姓把事情闹起来 评判的事情就师储有名了 让刘统训跟他们嚼劲去吧 还有啊 给山东巡抚陈通道 修一封书信 盘盘交情啊 老爷 跟陈通道盘交情 他不过是个山东巡抚啊 这嫁祸江东之计你忘了 哦 老爷 我明白了 皇上 皇上 加紧文本啊 皇上 皇上 加紧文本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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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福康 叩见皇上 过来 快 帮我来 快 搭上 加紧文本 福康 你怎么来了 皇上 加紧文本 皇上 我说嘛 蝗虫不会不吃粮食的 幸好这次闹蝗灾 不是在出苗的时候 朕心里就踏实多了 你怎么那么心急火燎的赶来啊 奴才知道皇上担心灾民 心机如焚 奴才办完事情之后 我拼命赶来 日夜前程 就是想让皇上安心 你的马呢 马 累死了 奴才 也快累死了 你看看 这才是个半国式的样子嘛 朕正好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咱们不去济南了 直接去煮肠 正是 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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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至中仓 下至宝坛 只要你有钱 您就有了权 只要你有了权啊 就更有钱 奉皇上特旨 朕在张秋 济南府缺 官员 好 好 十里八乡 没有不认识我朱八的 人说了 朱八 你挺威风啊 你个卖大力丸的 让当差的大哥 给你看场子 你可不卖大力丸的 今儿个你可说错了 我可不卖大力丸了 咱这是一眼 我已经当了倒胎了 过几日上了任再老点钱 我们家十八代祖宗啊 都卖了倒胎 那可是一招穷鬼剧 荣华富贵来啊 对吧 您就 那位说了 你怎么光说不练呢 卖什么官拿出来咱们看看 看到没有 皇上为了镇计张丘灾情 筹集银两 首次在咱们山东各府道卖官 那位又说了卖官 谁没见过呀 这回你可说错了 过去啊 那叫卖圈 八岁买一道台 八十岁都上人不了 还得身家清白 有人保举 这次啊 皇上说了 不问身家了 不管你是戏子 婊子 江阳大盗 只要白花花的银子掏出来 明儿个就等着带红顶子了 闲话少说 咱们开练 就分给兄弟两个倒台 小弟不才 先占了一个 还剩一个 起价五百两 六百两 这位爷六百两 还有更高的吗 八百两 八百两 好啊 一千两 一千两 一看你就有官员 五千两 五千两 大人 你再等等啊 你再等等 还有高一点的吗 一万两 这位爷一万两 还有高的吗 两万两 两万两 还有没有 这位爷 你真有官员拿 你拿了这个 到济南府 走马上任去吧 皇上早点歇息吧 明日就到诸城了 明日一见着皇上就胡说八道 这才趁我的心的 老爷 您可是位居三台呀 他不过是个小小的平民 死活都是您说了算吗 哎 要不是他参唤一本 我在家闲剧十年 能悟出这么多做人的道理吗 说起来还得感谢他呢 但是 我不能让他死 我 我也不能让他好好活着 哎 我得折腾他 我得折腾他一辈子 这才叫大丈夫报仇 十年不晚了 老爷 您可真是高人哑量啊 对了 你给山东陈通道送封信 就告诉他 说皇上要重新启用刘同勋 先吓他一头冷汗再说 哎呦 老爷 您这招可是假祸江东 再来个金蝉脱鞘 您可真是在世诸葛亮啊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我说你怎么不早点来信 怎么不早点来呢 我们家老爷说了 皇上此次微服私房是考察民意 啊 好 好 你先回吧 好 告退 大人 这次皇上到山东寻幸 此乃好事啊 好个屁事 这个信中说了 要重新重用刘统勋 什么 此话当真 都是你 哎 大人 这话不能这么说呀 大人 这没有您 哪来的我呀 你说怎么办 哎呀 这封信如果几天之前到 我会把刘统勋当作祖宗一样 给供起来 可现在呢 嗯 你快点拿主意 你今天想不出主意 我就要你的命 大人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 快说 这一是恶人先告状 二嘛 就是庄孙子 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大人 您先参流统勋几本 告他养老不尊 居家不闲 干涉地方正事 这横行乡里鱼肉百姓 然后咱们赴京请罪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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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老爷不高兴就喝多了 一群小王八蛋 老爷还能骂人 还行 哎呀 头有点烫 去熬点姜汤来 哎 好嘞好嘞 老爷 你慢点啊 来 王八蛋 老爷 老爷 刘武 快去熬点姜汤来 我熬不了他们 熬不了他们 老爷 您慢点啊 来 我熬不了他们 我 我这个小王八蛋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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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到底 您到底是怎么了 这边 啊 是 皇上 这就是刘统勋家呀 是 皇上 没错就是这儿 他就住这种地方 皇上 刘统勋家是寒酸了点儿 奴才先进去通报一下 去吧 你是来找我爹告状的吧 告状?你是刘家小公子吧 什么公子?我叫刘庸 你这小孩 不好好在家读书 在外面瞎跑什么呀? 我读通了 读通了? 我这么大年龄都不敢说通 你倒说通本事不小 我就读通了 皇上 刘夫人说刘董勋病了 不见客 不见 老爷 他们自己进来了 见他们吗 黄 黄 黄先生 这屋里晦气大 您的身体要紧的 二位先生 你们也看到了 我们家老爷真的是病得很厉害 实在没有办法见二位了 他这是怎么病的 被官整的呗 你们二位 不会也是官吧 是官 大官 老大的官 是刘大人的朋友 老朋友 我们家老爷不当官了 也没有当官的朋友 你二位恐怕是山东府陈同道派来看热闹的吧 你们现在也看到了 可以走了 刘夫人 我们是京城来的大官 是啊 那更得请您赶紧走了 京城来的官就都是好人了 要么你们这些京城来的官 底下那些官也不会这么坏 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不是 你胡说八道 我这还算是客气的呢 待会儿我们家老爷醒了 还得骂你们呢 你 我 走吧 还敢咱们呢 刘五 刘五 正烧 老爷 您怎么起来了 好些了吗 好点儿啊 我摸摸看 不烧了 不烧了 坐会儿吧 我要喝水 行行行 你坐着我给你倒 对了老爷 今天下午有两个人来看你 让我给骂跑了 谁啊 谁来看我 被你给骂跑了 一个姓黄的先生 还带了个胖子 他俩呀 都是京城口音 还跟我吹什么 是京城来的官 我想啊 肯定是那个陈同道派来看热闹的 当时就给他们一顿臭骂 给老爷解了气 他俩骂的脸上都挂不住了 夹着尾巴就跑了 姓黄的 京城口音 对了老爷 那个黄先生啊 留下这个就走了 你说他这个人也真是的 来陪秦吧 也不说留点好东西 这块玉黑不黑白不白的黄色 我都没见过 我当时就想给他撇了 他俩也跑得快 我一推门啊 人影都没了 怎么啦 我的娘啊 你知道他是谁吗 完了 刀架脖子上 快把儿子给我叫来 你不会是又发烧了吧 你叫儿子干什么 我好帮他哭一场啊 我们见不着几天了 坏了 不看您这样烧得又厉害了 他在外面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来告诉我 我怎么告诉你呢 你睡得迷迷糊糊的 您说 你把你的嘴给堵上吗 堵嘴干嘛 我还说 越是京城来的官 越不是好东西 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老爷 我说这话够解气的吧 哎呀 黄先生 黄先生 你不就是皇上吗 哎呦 说你啥你还不知道 不天之下 谁敢带这块玉啊 只有皇上有啊 你这 皇上 我 老爷 我 我撞祸了 我 我怎么敢当着皇上的面 骂皇上呢 我这不是撞下天打的祸了 老爷 我死得到痛快了 可老爷 您怎么办呢 您可什么都没说啊 老爷 行了 行了 收拾收拾 我明天见皇上去 老爷 您不能去啊 要去我跟您一块去 您就跟皇上说我疯了傻了捏了 我说的话都不算数 行吗 你别烦我了 行不行 老爷 我就跟您一块去吧 老爷 大奶奶 陈同道的师爷来了 把他打出去 扔到粪坑里呕着 你看 又来 惹的货还不够吗 谁敢动手 老爷 他把你整得还不够惨吗 反正现在皇上也骂了 先打了一顿出出气再说 你看一看 人家是贼 老爷 我也是贼吗 爷 他请进来 去呀 好吧 老爷 老爷 刘大人 这是我家老爷送来给您押精的 下人不懂事 该死 该死 当时我家老爷确实不在 是我带着人出去找老爷回来 听说家里的下人们偷奸耍滑 把大人给锁在屋里了 误认为大人是盗匪 我家老爷知道以后 把下人们各打五十大板 派我给刘大人请安 再过几日 我家老爷亲自要来给刘大人赴经请罪 这件事情 我见了陈同道 自会跟他说明白 你告诉他 我刘统新的眼睛没有闭上 我看见何堤是怎么修的了 我也知道 正记张秋那些财物是谁扣下的 告诉他 多行不义 必自毙 得罪我刘统新没关系 要弄得天怒人怨了 只怕他不好收拾 是是是 大人教训得极是 我万岁万岁万万岁 哪位是山东巡抚陈同道啊 陈 陈同道叩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威风啊 朕可是替你安了不少骂呀 小臣 于鲁不知道皇上说的是什么意思 起来吧 谢皇上 就这几天已经收了这么多银两啊 回忆皇上的话 这五十万两是刚收的银子 还有一大半没收上来呢 全帐皇上英明才爵 还有福大人才智过人哪 有人对朕这次赈济张秋 卖官缺之事颇有为辞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啊 皇上 捐官之事历朝历代都有 选拔一些民间有识之事 有才学之人为皇上效力 此次捐款赈济灾民 以补缺改为实寿 那是万众欢腾 忠心之事更加忠心啊 这么说你没听到什么呀 你选拔的这些人 个个都是身家清白 有真才实学的吗 回皇上话 被职忠于职守 不敢有期 好 你回去吧 喳 等等 何道帖子书来了没有 回皇上话 帖子书正在修堤现场 已经快马给他送信去了 让他带着修堤的账目来见我 去年朕拨了上百万两银子 给他修堤 也不知道修哪儿去了 喳 福大人救命 福大人救命啊 陈大人何处此言呢 福大人请屈尊到卑职的家中去一趟 卑职真是三生有幸啊 福大人 走吧 好好好 福大人 这卑职家中有善好的烟土 要不要烧个泡尝尝 不不不 我不抽那东西 不必客气 陈大人做了多年的封疆大礼 我在朝中还是早有耳闻哪 这次受皇上重用一定要节省 以后就不必客套 自家兄弟呀 卑职早就听说 福大人在京城那是少有的贤能之人 替皇上办事那是尽心尽力 福大人的名声那是如雷贯耳啊 福大人 请 只是 卑职这两年在山东 有些憋气啊 如果能在福大人跟前 当个拆端茶倒个水什么的 那卑职的心中肯定会爽快一些的 这我就不明白了 陈大人是一方的大员哪 谁敢欺负你呀 福大人 您有所不知啊 山东朱城县有个国宝 就是前朝的宰相刘统勋 这个人啊回乡以来吧 居家不闲 养老不尊 还经常插手地方上的政事 山东呢 人人都知道有个刘青天 可是呢都不知道还有周府衙门 福大人 这两年啊 他可把我给整惨了 积了不少旧院 如果皇上要启用他 恐怕卑职的相上人头就难保了 他既然是前朝的宰相 也还应该处处留些面子 那是那是那是 可是 福大人有所不知啊 这个刘统勋 目中无人心胸狭窄 如果 皇上真的启用了他 恐怕 恐怕对福大人 对你也是大为不利呀 你这算是挑拨吗 卑职不敢 卑职不敢 我这个人哪 爱交朋友 只要是跟我说真话的人 天大的忙我都愿意帮 咱们这些官场上的人 不都是一损俱损的事吗 前朝旧臣刘统勋 请求见皇上 宣皇上口谕 近日寻查朱县府水利 偶感风寒 刘大人 回府后旨吧 臣遵旨 起来吧 刘大人 皇上身体不佳 改日再说吧 公公 公公 请把这个转教皇上吧 拯救水灾 十万火七 不是跟您说了吗 皇上病了 公公 百万在民凹待捕 这救命如救火呀 刘大人 回去吧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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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安 二王爷三王爷都还好吗 都挺好 都挺好 找个批请就说话去 好 好 见着皇上了吗 没有啊 我正急着把张秋水灾 地方官贪污受贿 振灾不力的奏折给递上去了 皇上不肯见哪 还好还好 没递上去啊 只是杀身之祸 递上去就要灭马门了 王爷 你可别吓唬我 我在您面前不敢说大 你也五十八岁了 别开这玩笑 山东巡抚陈通道 连接地方官十四名 参拟六款十八条 说你捉弄刀笔 大兴恶诵之风 七五地方官员干预政事 不符合旧臣身份 老百姓只知道有刘青天 不知道有官府 还有 以上这些可都是事实啊 那我 我什么我 你就不想想 自古以来 忠臣有什么好下场 现今这皇上 说不得 就那么个福康 把他给迷糊住了 我那俩兄弟 整天战战兢兢的 不知道哪会儿 又给惹出麻烦来了 喂喂 等等等等 福康 对啊 那是个糊涂蛋哪 早被我给掺下去了 怎么 又混在皇上身边了 他现在可是修炼成精了 很多老臣躲都来不及 你还自个儿招事啊 皇上天天在济南闲逛 乐不思蜀 什么时候生过病啊 那是不想见你 明白了 明白了 原来是福康受了重用 所以我就没有太平日子了 我最近 就老在琢磨着 是谁在背后算计我 专见我那腰眼下毒手 现在明白了 原来就是他 不行 看来躲是躲不过的 我得找皇上说清楚 您知道皇上在哪儿啊 哎 估计啊 又去妙花楼为赴私房去了 妙花楼 私房 妙花楼 有个乌上花魁小金宝 这几天 把皇上弄得五米三豆了 啊 可耻啊可耻 那 那王爷 您得给皇上提个醒啊 福康是皇上的第一红人 我们哥儿几个都给算计进去了 我们是自身难保啊 一朝天子一朝臣啊 行 王爷 我去办点事 您喝着 告辞 哎 我还没跟你说正事呢 你啊 你啊 这几天赶紧高病回家 兴许啊 还能夺夺 怕者不来 我要不闹你闹 人家还说我刘董军怕事呢 王爷 我就这样 嗯 回到闻想什么 闻想什么 啊 不 别 您就瞧好吧 告辞 哎 你你 呦 给我顺驾 到庙花楼逛堂子去 今天我们要会会 五省花魁小金宝 二夫子 二夫子 怎么样 皇上人才是一流的 知道真要去哪儿吗 奴才知道 皇上要去庙花楼小金宝那儿 去输输筋骨啦 去输输筋骨啦 停 搂家 老爷 哎 老爷 嗯 这事你想清楚没有啊 这要让大奶奶知道了 非多了你不可呀 你怎么想的 啊 废话 到时候 听我的吩咐 哎呀 老爷 这瓢堂子的事 你这身子骨还沉吗 别是喝多了 混着挂 听我的 得嘞 时代不成我装不知道吧 把轿子抬进来 抬起来 有人吗 来客人了 大白天的您来干什么 嘿 轿子都抬进屋了 这个你别管 哎 你们这儿的王宝婊子大茶壶呢 都给我叫出来 要叫姑娘 半当 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吧 哼 大白天的 姑娘们都在房里歇息呢 您要找哪位啊 小金宝住哪一间呢 小金宝 嗯 他被客人给包了 嗯 哟 不过那客人已经走了 只是小金宝啊 还是个清官人 只能陪客人喝喝茶 是不能进他房的 给 进房也无所谓了 他就在楼上 小金宝 接客了 这怎么是是他呀 贵客到房 不该问你就别问 刚才我已经给了你十两银子了 问一句扣一粮 问十一句到找我一粮 不折不扣同所无期 你忙去 来 哥几个 来来来 喝茶喝茶 好嘞 哎呀 怎么连这水都没有啊 这位小哥 嗯 你们家的老爷 真够古怪的啊 怎么了 这大白天的夜来瓢堂子 哎 你少废话 不该问的你别问 哦 我们家老爷说出来吓死你 哎呦 那是不是 进了堂子啊 不是瓢客 就是婊子 你还问他那干什么 是不是 我说你 哎 也是那么回事啊 哎 我说来点水啊 这位大爷 自己上来取吧 你是谁啊 我是小金宝的妹妹 小银宝 到我屋里坐坐吧 你们家老爷一时半会儿的且下不来呢 不是我 算了 你还是把水拿起来吧 看大爷相貌堂堂 一表人才 不会是没钱的穷光蛋吧 那是 那就上来取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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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几个啊 啊 帮我瞧点门啊 有事来叫我 得 我去 行行行行 去吧去吧 去吧去吧 有什么时候叫你放心吧 哎 哎 啊 大爷 嗯 茶已经沏好了 哦 您这边坐吧 啊 姑娘 啊 啊 不来这个调调我 不来这个 请坐 这位大爷是经理随价的大人吧 嗯 脸皮还挺薄的 你都知道了 那么 你见过几位大人呢 该见的都见了 妙花楼是个小院 芙蓉勋和翠花阁的姐妹们建的 那才叫多呢 那这个就是常来的那个先生 给你留下的 是啊 那个客人他是个什么官啊 我也不知道 姑娘 你是个信佛之人 应该知道救人一命 生造七级浮屠 对吧 我现在有个大功德给你 张秋不是发达水吗 家破人亡 淒漓自杀 你却可以救他们出水火之中 你看 这是多大的功德 看看 看看 这大白天瓢堂了呢 还挣不少 问问他们是谁 怎么回事 好跟你们报信 把这几个臭教夫给我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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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又来一个啊 这是要找谁啊 小金板 小金板 你再说一个字 我挖了你的舌头 我说话算数 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吗 开门呐 我是白先生 是 是他 这 这 小金板 你 这 你从这儿跳下去吧 开开门呐 这 哎呀 这 我是白先生 快 我求你了 你快点吧 白在睡呢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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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快点啊 快点 呦 白先生 怎么那么半天啊 人家还在睡觉嘛 啊 我倒忘了 干你们这行的都是晚起的 来 坐 呦 这茶都汽上了 哎 人家不说话 不是知道你今天要来吗 怎么今天这么有空啊 今天有空陪你吃顿晚饭 你说 济南府最好的馆子是哪一家 你来叫 好啊 那 你晚上陪我过夜吧 那当然了 嗯 什么动静啊 是隔壁吧 隔壁 隔壁 这个房子太旧了 不太隔音 哦 好 那咱们得小声点 来 替我把这口水喝了 白先生 嗯 嗯 皇上到济南府巡查水利 这事儿您听说了吗 听说了 那不知道白先生 能否见到皇上 干什么 嗯 小女子是张丘人士 家乡现在闹水灾 可是地方官员 贪污银两 治理不利 所以小女子想要去告玉状 不知道白大爷你能否 放肆 你这么个做堂子的姑娘 也敢妄议朝政 谁教你的 小女子不是听别人教唆的 只是因为父母兄弟在家乡受苦 没有心情玩乐 小女子常听别人说 当今的皇上是摇顺雨汤 圣明天子千载难逢 因此想请白大爷 您跟皇上说 我想皇上大慈大悲 不会不答应的 好好好 进来慢慢说吧 大茶壶 蓄水 你喊谁呢 你才是大茶壶呢 你是大茶壶 你是大茶壶 你这下来的 你不是大茶壶是什么 你是谁啊 你把这两个大茶壶扑出去 走 你说谁是大茶壶 都听好了 山中巡抚陈大人有令 放开我 放开我 地方须整肃教化 妓院九四一律关闭 围禁者插出 哎呀 这是怎么了 干什么了 爷们今天来 你也不要会会铭记 小心把啊 真 可是我是爷呀 这五刀弄枪的干什么呀 把我的姑娘都吓坏了 巡抚大人有令 整肃教化 查封你的庙花楼 叫你的姑娘们都老实待着 待会儿跟我们走 这位官爷您真会说笑 姑娘们都跟你走了 我这生意怎么做呀 早些年也没这事儿 今儿怎么了这是 整肃教化懂不懂 哎呦 哎呦 官爷呀 官爷 官爷 你闪个脸 别让我那些姑娘受罪了 好吧 皇上寻住济南西街 你的生意就不要做了 素闻你这庙花楼 有山东第一名记 吴圣花魁小金宝 他住哪个房间 您找他干嘛呀您 住在哪个房间 你 嗯 哎 官爷呀 官爷您不能去呀 你要再多说一句话 我就把你打入大牢 下去 哎 我的妈呀 这一个比一个凶啊 小金宝姑娘 哎 在下是一品大员 加封太子少保 双眼花铃玉刺黄马罐 赏宫中骑马玉前行走的风尖火力 陈大人标下的一名小小的参加 这不行啊 这不行啊 一茶封庙花楼 请姑娘把门打开 哎呦 就在床下就在床下就在床下 金宝姑娘 把门打开啊 来了 嗯 快开门呐 呦 官爷 官爷 你是来找我的吗 你就是小金宝啊 怎么回事 什么人来过 这是特意为您蒸的茶呀 官茶 大白天的谁会到这儿来呢 坐下喝茶吧 不用了 走 咱们上床上喝茶去 官爷 咱们还是到卢山去的吧 来吧 我就喜欢在床上喝 官爷 今儿晚上我还在这儿睡呢 来来来 喝一口 喝一口 什么人 大人 大人 陈大人让你马上回去 小金宝姑娘 下回再说 告辞了 走 好 请问任兄贵姓 爱姓绝罗 那任兄先请 兄弟认为此处风景深好 想再待一会儿 您先请 快 走 别说 快 走 大人告诫 皇上 皇上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那帮当兵的太不讲理了 奴才又不敢说什么 他们就把奴才给嫁出去了 别说了 在屋里还见到一个人 知道是谁吗 还有一个人 我到朱城去看他 他躺在床上装病 现在好了 跑济南逛瑶子来了 非办他一个居官不正的罪不可 您说的是刘 你去搞搞清楚 看他在济南住哪儿 多带几个人去 把他给人抓来 这 这个死刘 老爷 老爷 哎呀 那个死刘啊 你害得我满门抄斩呢你呀 老爷 我这 快走 好 这下娄子捅大了 我不见皇上 皇上肯定要来抓我 爹 您慢点 慢点 我的官姨呢 我准备好了 快快 你别踩我的衣裳 您慢着点 快快快快 走走走 我的帽子呢 您拿着呢 好好 我去当个原告 他就没什么可说的 靠下来 慢着 没瞧见吗 这是一瓶顶带 再走 走 走 这 走 你 皇上 刘统勋后旨 带上来 这儿 这儿 陈刘统勋叩见皇上 武皇万岁万万岁 起来吧 谢皇上 刘统勋 刘统勋 臣在 知道 为什么把你锁来吗 臣糊涂了 哦 想必是皇上来济南 这么久了 臣一直没来见驾 臣见驾来迟 臣有罪 你父前在家 日子过得如何呀 回皇上 臣受朝廷大恩 每年还有俸禄 足够一家温饱了 平时在家 教子读书 养养花草 兮兮自画 清闲得很 清闲得很 朕听说 你以雅兴不浅啊 经常到枫月场所 去逛一逛 臣不敢 臣老朽身体不行了 不敢到枫月场去 臣在路上还琢磨呢 几次见皇上 都没见成 想必皇上 勤于国政 辛苦得很啊 皇上都这么辛苦了 臣还去逛那枫月场 那还是人吗 你是前朝有功的老臣 偶尔去逛一逛 臣也不会怪你呀 不敢不敢 臣就是有这个心 也没这个胆啊 臣的内人脾气刚烈 要有这念头 老命早就不保了 行了行了行了 咱们就不要搁着肚皮说话了 刚才的话就当没说 是是是 你家夫人说话鲁马 朕不会怪她的 二福子 奴才在 把料子给她打开 这啊 好 谢谢公公 谢皇上 恕臣的罪 朕可没说要恕你的罪呀 朕不罚你 也不饶你 你就带罪在朕的身边待几天 陪朕说说话 好好叙叙旧吧 朕这次到山东来 是因为看了你的奏本 你父贤在家 还能替朝廷分担民间疾苦 要不是看在这时的份上 傍君之随 够你满门抄斩的 臣还有本要参 刚说不追究你 你又要参谁啊 臣要参 你先准备两天 把肚子里要说的话 好好地理理清楚 朕是初来山东 要好好地去巡视巡视 去 你就陪朕到蓬莱一带巡视巡视 朕今天累了 残人的事情改日再说吧 是 皇上 您刚才说要到蓬莱巡视 是啊 臣有本要参 臣以为皇上到蓬莱巡视 此事不妥 怎么不妥啊 皇上要到蓬莱巡视 是要查访民情 还是要游山玩水 当然 是要查访民情啦 皇上若要查访民情 山东贫苦之地甚多 远的不说 济南附近的张秋贤 河岸两地灾民多多 饥寒交价 所住的河地均以麦积和碎瓦填充 地方官员贪葬王法 皇上应该到此地去巡查 要说远处 应去伊蒙山去 此处填扫地堡 今年由于大汉 百姓都以草木为生 那蓬莱也是我大清国的土地啊 难道朕就去不得了 蓬莱自古就被誉为人间仙境 历来帝王将相 达官贵人 都假切巡视之明 行游山玩水之事 皇上要做明君 要探民情 就缓去蓬莱 皇上若是要游山玩水 臣就不说什么了 算了 朕哪儿都不去了 好 果然是个征程 朕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 说得好啊 那咱们就一以张秋赈灾的事吧 臣还有一本要做 喂 你有病啊 此本十万货鸡 胜过黄河绝口 太战开裂啊 什么事情这么大啊 皇上 山东卖官之风大兴 卖的都是那些可以立即走马上任的石缺 而这些人 要么是不学无术的官宦子弟 要么就是横行乡里的恶霸财主 毫无碍民之心 若这些人上了任 那必定是鱼肉乡里 加倍所取卖官之子 皇上 可山东卖的官员告诉朕 他们挑的都是一些身家清白世代读书 有志于安天下的人 皇上 臣的儿子身家清白世代读书 也立志于安天下 可是今年他才八岁 皇上您看 给他一个什么官呢 那你说怎么办 总不能跟科考那样的把他们都考一遍吧 皇上 一个官选不好成千上万的百姓就要受苦啊 不能因小失大 臣以为皇上可以把他们叫来 仔细地问一问 他们当官之后想干点什么 选那些真有志于治理地方的好官 把他们留下来 而那些贪婪成性的人还是不留得好 这真是老成谋国之见 二夫子 奴才在 传朕旨意 所有山东已经买了十缺的官员 写一个治国良策的奏本 朕要亲自挑选他们 这 皇上圣明 老爷 您没事了吧 那皇上原谅你了 原谅什么了 这下可好了 小辫子被他捏着 想什么时候提就什么时候提一下 哎呀 我倒霉了 那咱们赶紧回家吧 回什么呀 皇上让我在济南小住几天 走 回客栈 这 哎 哎 大娘 这黑豆怎么卖呀 两文钱一斤挺好的 哎呦 你看看买点吧 啊 哎 买黑豆喽 买黑豆 哎 老太太 收了赶紧收了啊 这两天只准卖红豆 不知道皇上要来了 拿这些藏门的东西干嘛呢 哎 哎 我这不就是黑豆嘛 嘿 颜色不吉利 老太太 你还得请面龙旗 皇上要来了 不挂龙旗 不许出摊 这龙旗多少钱一个呀 今儿我还没开张呢 不贵不贵 这玩意儿啊 三个大词儿 哎 这不叫买 叫捐 你老今天要不掏这个钱啊 就不许出摊儿 萝卜 绝绝 天天绝 皇上他来他的 我挨他什么事儿了 嘿嘿 老太太 这你就不懂了 这皇上来一趟山东 不容易呀 这两天我们哥几个 把大街上要饭的 全给抓了 哎 不能让皇上看着寒陈是不是 再说了 这叫花子谁管饭吃啊 得嘞 老太太 您今天啊 再捐三个大碗儿 走 站住 哎 哎 君爷 干什么家 不知道皇上来了 知道 您瞧 我是蓝的 不是白的 这这这没饭计呀 没问你那个 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这这黄纸 黄纸 我知道是黄纸 干什么用的 哎 这这上坟烧的 哎 皇上来山东了 你知不知道啊 这这这 这大喜的日子 你烧什么纸啊 出什么丧啊 嗯 哎 要烧 也行 拿来 哎 改烧红的 啊 哎 这三个大子儿 这这这 薛爷 这怎么烧啊 这啊 哎怎么样怎么样了 果不其然 哎 皇上要召集咱们这些 父母倒台啊 听折子 可不是 怎么样 我说的没错吧 你们怎么办 兄弟熟悉知误 啊 早就写好了 这个奏章背在身上 句句都是金玉良言哪 哎呀 老兄高明啊 好像早就知道皇上要召集候补官员听折子一样 神机妙算 佩服佩服 哎呀 兄弟昨天想了一宿啊 也只有尊恐尊梦四个字而已 哎 这也是治国之良策呀 皇上听得也高兴 两位老兄 你们肯定能围了好差事啊 哎 只是兄弟我 野后补了多年 嗯 还是没有差事可干 这不刚出来的时候 还被老婆骂了一顿 两位老兄 如果你们委了差事 昨晚上任的时候 可可可可可可可别忘了兄弟啊 哎呀 咱们这些捐钱后补的官员 哪儿懂得什么治国良策呀 有这个本事啊 早去考举人考晋士了 嘿 这白花花的两万两银子啊 捐个倒台容易嘛 哎 哎 哎 老兄又走不知啊 啊 这次皇上是听了什么 诸成刘筛勲的话 才来检验咱们这些后补官员的 是啊 哎 我觉着这老家伙 肯定是诚心跟咱们找麻烦 bar 是说也是 呀 山东后补到台田小二 随指见驾 哎 来了 Omega 皇上叫他 快快快 皇上叫他 哎 哎 跪下跪下跪下 啊 哎 哎 哎 臣田小二听旨 嗯 接你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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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啊 去啊 接去吧 山东后补到台田大少叩见皇上 平身吧 谢皇上 田大少 朕这次召见捐补官员 主要是担心地方官员只顾收银子 不问良友 选上那些个心计不良的人捐了官 一旦被授予了十缺 就会祸害百姓 让你们各上调臣 也是督察之意 皇上盛名啊 臣自又喜欢五刀弄枪 这次捐官臣很想求一个君旨 哪怕是参将左领呢 臣这次写了治军四册 每一条计策都是十分有效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而且啊 这 好好好 你好好地讲给朕听 不要说那些不切实际的话 这 臣第一条计策是 这出兵打仗 让所有的队伍都不要吃饱 这是为何呀 臣有个比方 臣家里养只猫 臣每天只给他吃一顿饭 晚上就不给他吃了 可是他饿了呀 他饿了就急了 就得去寻神 他就得去逮老鼠啊 倘若臣要是哪天晚上给他吃饱了 吃饱了他就得睡觉了就不肯出力了呀 现在 现在把这只猫比作我们的兵 把那个老鼠啊 比作敌人 我们的队伍出去打仗啊 千万不能给他们吃饱了 顶多给他们吃个半饱 等他们走累了 他们的肚子就得饿了 他们就会拼命地闯进敌营去抢东西吃 抢东西是小话 那敌人就被我们搅乱了 不攻自破呀 好啊 不错不错 想必敌人都是死的 有着你到他们的营地里去抢东西吃 人家那些刀枪火炮都到哪去了 依我看呢 干脆一个兵都不养 等到有事的时候呢 给阎王爷打个条子 让他把恶鬼都放出来帮咱们打仗 岂不更省事 真是妙计 谢皇上夸奖 不过臣备的这个计谋啊 还真是费尽心机了 好了 你的第一条妙计 朕已经知道了 说第二条吧 这 第二条说的是炮台 太好了 ��了 别别 Alexander 龙体批乏请回去歇息 这种胡言乱语之人轰出去算了 皇上 皇上 臣绝不是胡言乱语 臣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刘爱卿以为 皇上 天道台恐怕就要走马上任 皇上何不听听他怎么带兵打仗 还听 一块儿讲出来 这 皇上 臣这第三条就是整顿军纪 上阵打仗 怕的就是军事临阵退缩 私自逃跑或者私自在外头闯祸闹尸 不过 照臣这个法子就不怕 可行不可行 还请皇上示下 快讲快讲 别说这些废话了 凡是我们的兵啊 都让他们剃取一条眉毛 臣想这眉毛是身上无用之物啊 剃了也不会疼的 每个人只剩一条眉毛 不管他们走到哪儿都容易辨人 倘若是他们在外面闹了乱子 或是逃走 一旦抓到就地正伐 是断然不会冤枉的 好 原来汉朝有个赤眉贼 如今本朝倒有无眉兵了 真乃奇闻哪 都一起说出来吧 这 这第四条庙 办法是 每逢我们大清官兵出外打仗的时候啊 我们都让他们一起画一个大花脸 啊 花脸 啊 是 大清官兵的脸上花的是花花绿绿的 这强盗看了都害怕啊 他们远远地瞧着 这不是天兵天将吗 你捐这个倒台花了多少银子 回皇上 同共两万两 二夫子 在 把钱退给他 这 把大清官兵变成个戏班子 他舍得 朕可舍不得 皇上 皇上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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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饶命啊